陽光直射的位置改變除了會造成影子有長有短之外 還會造成昼夜有變化 好,就是太陽光照過來 太陽光照過來,這裡直射哪裡? 這個圖子哪裡?直射赤道 然後請你看著地球的自轉方向這樣子轉 所以繞過來這裡黃黃叫白天 黑黑的叫晚上 這樣,根據數學所學,這裡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一樣長 所以我說這個圖可以考你白天長還是晚上長對不對? 所以叫一樣長 所以這一天叫陽光直射赤道昼夜相等 而且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昼夜相等 OK? 所以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 世界各地都如何? 通通都昼夜相等 那這是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 那如果陽光直射北半球 那你就會發現北半球繞一圈 這裡叫白天 這裡叫晚上 所以白天比較長,晚上比較短 所以直射北半球 所以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昼長,夜短 夏至的時候直射最北 所以夏至昼最長,夜最短 OK? 這叫做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昼長,夜短 夏至昼最長,夜最短 那如果到了冬至 那如果到了冬至 到了冬至就倒過來 陽光直射南半球 北半球昼短,夜最短 冬至的時候昼最短,夜最長 夜最長 就是所謂的陽光直射南半球的時候 OK?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昼長,夜短 陽光直射南半球 北半球昼短,夜長 夏至的時候 北半球昼最長,夜最短 冬至的時候 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長 OK? 那個最長最短 不要跟那個日出的時間 搞在一塊 昼最長 昼最短,夜最長 不代表日出最晚 日落最早 OK? 那個不太一樣 那個有點原因 就不管它了 那麼你看圖可以看得出來 一件事情 請問你 你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繞一圈 陽光有沒有 下山過 沒有 永昼 這裡差23.5 這裡差23.5度 然後這裡是緯度90度 所以這裡幾度 66.5度 叫北極圈 所以 夏至這一天 北極圈以上通通永昼 然後到過來南極圈以上通通怎樣? 永夜 就是夏至的時候 冬至倒過來 冬至倒過來 變成北極圈以上都怎樣? 永夜 南極圈以上都? 永昼 南極圈以上都永昼 OK? 就是永昼、永夜 因此我們就可以從這下圖裡面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北極圈 有半年都是白天 北極那一點啊 九州那一點 有半年都是白天 什麼時候? 春分到秋分 有半年都是晚上 什麼時候? 秋分到第二年的春分 他如果要日出而坐、日落而起就毀了 他就要認真努力工作半年 再回家睡半年 再回家睡半年 所以 他有半年的白天、半年的晚上 北極那一點 九州那一點 有半年的白天 春分到秋分 半年的晚上 秋分到第二年的春分 這是北極那一點 北極那一點 那如果是北極圈 那個66.5度的地方 就只有一天 夏至的那一天 北極圈那一圈 永昼 冬至那一天 永夜 哦 66.5度只有一天 北極90度有半年 中間呢? 就有人一個月 有人三個月嘛 越北的時間就會越長 所以如果你跑到了什麼 丹麥、挪威的北邊那點的地方 你就可能看到 學者跑過午夜的太陽 午夜的太陽 晚上12點了 太陽還在天上 不過不會高掛是斜掛 一一的掛子 會斜掛在天上 越北邊或者是 就是北極圈以上 或者是南極圈以上 你就有機會會碰到永昼跟永夜 那一圈最短只有一天 夏至或冬至 上面那一點最長有半年 我拜你 所以拜你 OK 好 所以來看看一個影片 就看到太陽 在地面上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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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然後呢 永昼 因為陽光照進來 很難睡覺 我的重點在最後那一幕 這個都跟DK沒有關係 這裡都跟DK沒關係 真厲害 電動 好 TK DK重點開出現 DK重點開出現 這DK重點 DK重點在這樣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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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有咒 第一顆這咒也在這裡 這一個題目的重點 解題的重點 解題的重要觀念叫做 你就把這個記住 你就會解決了 一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咒長夜短 越北邊咒越長 OK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第二句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把這兩句話記住 你就可以解決 題目問你有關於 什麼咒長夜短 咒短夜長的問題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咒長夜短 越北邊咒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把這個觀念記好 我們就可以解決後面的一拖拉股的問題 OK